吕智是刘邦的糟糠之妻 却很受刘邦冷落 在刘邦东奔西跑打天下的过程中 吃了不少苦 等刘邦天下作定 身边早有更年轻漂亮的齐夫人了 齐夫人更常常恃宠而骄 嚷嚷着劝刘邦改立自己儿子做太子 这让吕后如何不恨 老公不爱自己 就指望着靠儿子留着家里的地位了 小三儿却还暗地里 要把自己儿子的继承权也夺走 史基吕太后本纪是这么说这段故事的 吕太后者高祖为时飞眼 生孝慧帝女鲁元太后 及高祖为汉王得定陶妻姬 爱兴生赵尹王如意 孝慧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累我 常于废太子立妻姬子如意 如意累我 妻姬姓常从上知关东 日夜提气 欲立妻子代太子 吕后年长长留守 膝剑上一说 如意立为赵王后 挤带太子这书以 赖大臣正知 急留侯策 太子的无废致急诛 人质是只把人变成诛的一种酷刑 就是把死之剁掉 挖出眼睛 用铜注入耳朵 使其失聪 用慢药灌进喉咙割去舌头 破坏声带 使其不能言语 然后扔到厕所里 断妻夫人手足 去演 玩耳 饮饮药 史居策中 命约人质 是件史记 吕太后本纪 这是吕后独家发明 用来对付 妻夫人的一种酷刑 习汉初 高卒刘邦得了天下后 吕后由一年老色帅 以为刘邦所厌烦 刘邦每次出游 出征 都由妻夫人陪着 而把吕后留在宫中 很少见面 相互感情日渐淡薄 她宠幸其夫人 日日揽在怀中 调情曲乐 其夫人貌笔西施 身材修长 会弹奏各种乐器 舞技高超 她擅跳翘袖折腰之舞 从出土的汉化石像看来 其舞姿优美 甩袖和折腰 都有相当的技巧 且花样反复 其夫人有一则名叫如意 视为赵王 言谈举止 都有刘邦的风范 她日夜在刘邦前 贫眉泪眼 求利子赵王如意为太子 刘邦不免心动 且因太子刘盈 秉性柔弱 不若如意聪明 且性格不像自己 索性趁早费力 既可讨好其夫人 又可保全设计 吕后也随时提放太子被废 视其夫人母子为眼中钉 吕后为了确保太子的地位 求教于张良 张良出祭 请出商山四号 已使太子在朝廷的地位 显得一发庄重 而不可动摇 所谓商山四号 是商山之中的四位白发隐士 先后未必情论 而睫毛山里 以前刘邦请了 几次都没出来 一次刘邦至九宫中 赵太子实验 太子应召入宫 四号一同进去 刘邦心中很惊异 当听说他们就是商山四号时 便知道太子语意已成 已不可废 刘邦死后不久 吕后把七夫人抓起来 先当下人使用 他让人替光七姬的头发 用铁链锁住他的双脚 又给他穿了一身破烂的衣服 关在一间潮湿 阴暗破烂的屋子里 让他一天到晚充米 充不到一定数量的米 就不给饭吃 接着 吕后又把七姬的儿子 赵王如意从封地上 照到京城里来准备杀害他 汉惠帝听说母亲吕后把如意召来 就知道吕后想要对如意下毒手 他赶紧派人把如意接到皇宫里 吃饭睡觉都跟他待在一起 两人从小待在一起玩耍 惠帝对这个弟弟非常疼爱 所以就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保护他 吕后虽然气得咬牙切齿 但有好几个月都没有机会对如意下手 有一天汉惠帝清早起来出去打猎 如意由于睡懒觉 没起来跟着去 吕后终于找到了可乘之机 就派人送去毒酒 把如意给害死了 汉惠帝打猎回来一看 如意口中 鼻子全部流血 变成了一具直挺挺的僵尸 如意刚死 哪至于安慰了 又起惊慌 虎有功奸奉太后命 来引惠帝去看人质 惠帝从未闻有人质的名目 心中甚是稀罕 便急跟着太监 出宫网关 宫间曲曲折折 导入永巷 驱入一间厕所中 开了侧门 只是惠帝道 侧内就是人质 立惠帝向侧内一望 但见是一个人身 既无两手 又无两足 眼内又无眼珠 只剩了两个血肉模糊的窟窿 那身子还稍能活动 一张嘴开得甚大 却不闻有什么声音 看了一回 又惊又怕 不由地缩转身去 顾问宫间 就是何物 宫间不敢说名 直至惠帝回宫 应要宫间直说 宫间方说出欺夫人三字 一语畏了 几乎把惠帝吓得晕倒 勉强按定了神 要想问个底细 急宫间覆耳语语 说是欺夫人手足被断 眼珠挖出 寻龙两耳 要哑喉咙 防令投入错终 折磨至死 惠帝不但说完 又急问他人质的名义 宫间道 这是太后所命 宫奴却也不解 惠帝不禁师生道 人质之事 非人所为 其夫人随是先帝有年 如何使他如此残苦 成为太后子 终不能治天下 他回去后大病一场 一年多卧床不起 从此日夜饮酒作乐 不久死去 史称校会以此日饮为淫乐 不听证 固有病言 这第五天 challenge 转转